三重区正义国小棒球队成军才一年多 近期参与了两场校外的棒球比赛 分别拿到了第三名和第四名 消息传回学校是振奋的全校师生 他们也期待接下来的比赛能够有更好的成绩 三重区正义国小在一年多前正式成立了棒球队 球队成军之后积极的参加校外的比赛 希望增加实战经验 而选手的表现也不负众望 接连拿到了好成绩 那今年的暑假呢 我们学生棒球队到彰化参加总指杯的 一个社区棒球比赛我们得到第四名 然后最近呢我们又参加台北市的 阳明三杯的软式棒球比赛 我们也得到第三名 所以说我们棒球在这样一年多的时间之下 透过我们黄凯杰教练跟我们子谦会长 的这样一个相继的努力之下合作之下 所以我们现在有这样好的成绩 那我也希望我们学校的小朋友 有喜欢棒球的小朋友可以利用假日 礼拜三礼拜六的下午跟礼拜一 一二四五的下课的时间 我们会来做一个练习 希望我们小朋友多多参与 让我们正义的棒球队更加发光发亮 接下来球队还将参加另外一场比赛 教练期盼球员们能好好发挥 将平常努力练习的技巧 确实的运用在比赛中拿到更好的成绩 因为下个杯赛是周末杯 然后周末杯大概下个礼拜三 那我希望因为我们之后拿到第四跟第三 然后我跟小朋友讲鼓励啊 鼓励他们能够拿到更好的成绩 然后更努力这样子 在打季军赛的时候呢 因为呢很多失误 所以呢原本可以晋级冠军赛 但是后来无缘晋级 所以很低落 然后目标是下次可以打得更好 然后失误减少拿到冠军 球队的成立除了希望在一场又一场的比赛中 累积经验和成绩 其实还是希望鼓励学生多多参与 因此校方也邀请更多有兴趣的学生一起加入 第九方间凯琳锦宇三重采访报道